现在的科学已经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证实 物质实际只是一种波动的现象 并非石油 它是空的 或者用佛法的描述 物质是假的 斯多尔特哈梅洛夫 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那么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接着科学家们说出了和佛法完全一样的结论 一切法由心响生 就是万事万物都是由心响生 所以我讲科学家没有学佛 要学佛大幅度的提升的 有很多学科学的在美国 我们学科学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 我们这个世界这些科学家问题很多 为什么呢 科学家还有妄想分别之主 只要有妄想分别之者 你就接触不到四世真相 如果说用佛理来解释 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很伟大的这些人发现了重大的危机 那么在您看起来 这个危机必然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 危机现前灾难现前 他们还是不知道 他们认为说这是自然灾害 这是不能抗拒的 实际他不知道 这个是人心可以改变环境 这在中国民间独立独小的风水 不是风水也是随人心转 所以说富人居富地 富地富人居 有富的人到那个地方 住在那个地方 风水就转好了 您说风水可能有一些 那就是自然环境 有的人他是接受唯物教育的 可能还接受不了风水 但是我请教您 人的身体 包括人的这张脸 是不是人相对于心来说 他的环境呢 不错 是啊 很显然 你说你不相信 你心里欢喜的时候 你会不会笑 你那个面孔不就不一样了吗 现在你惩恨的时候 又恨的时候 你就生气 那这 这马上就变化了 那您能解释出 就是街上很多人 他那个面孔不太好 对 又很衰老 又很疾病很多的样子 很难看 是 为什么吗 他心里又烦躁 他不快乐 就脸这个环境 是因为心造成的 对 不错 而且是身体体质也是如此 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整个天下 可以推广 你的心是真善美 你的容貌 因身也显出真善美 因身容貌是外表 是你自信的流入 你要想这个向好 你就心要好 心不好向想 向好没得到 怎样修尸也是外 佛在经上常常说 向随意心转 心要是邪窝 那个向也邪窝 你所居住的珊瑚大地 也是邪窝 我们常常到世界 各个地区去旅游 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人 发现这个人心的浮躁 不安 一丝毫刺激 都经不起 稍稍稍有一点不如意 嗔恨就爆发 这是反常 所以他自己的 因身容貌 体质 多病 不正常 再影响他居住的环境 环境也不正常 怎么会病 怎么会反常 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 人性反常 北京有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医生 刘先生 刘冯军 他来看我 他这个艺术跟一般医生不一样 你看他也不要把门 他就一看下的 看你的相 看你的体质 看你的舌头 所以他看一个一个人的病 只要三十秒钟 他就给你出房 治好无数人 他告诉我 一天他现在看的病人 差不多有四百多人 那不是一个普通医生能应付得了的 那么您刚才这个说法 我想能说服很多人 大家确实觉得 我一生气这个脸就难看了 对 那是每一个人都不太是你 谁都一样 那么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或者观察 天下的危机 国家的危机 也一样能成立吗 对 一样 一直要细细观察 2000年 我陪同新加坡九个宗教的访问团 到中国来访问 国家宗教局解代 他安排我们旅游长江 那时候长江大坝还没有封口 那个船还可以直接上去 因为他给我安排也是很有用意 抗战期间我走过那条路 叫我再回忆回忆 我的夜区看的时候 我心里很难过 那个抗战期间 那个时候 真的 两岸是森林 古人诗里头讲的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一过万重山 那个味道真有 现在去的时候 两岸光秃秃的 树木全都滑 所以它就有水灾 水头保值丧失掉了 您认为是人心呢 那是 让它变成这样 不是 你是把自然环境破坏了 你自然环境破坏的时候 那么水头不能保值的时候 造成这个洪水灾害 那就是报复 你能说这是自然灾害吗 那这个灾害是你自己造成的 您的意思说 如果没有那个贪婪的心 对 对 自然不会变成这样 不会 砍倒一棵两百多年的大树 现在只需要五分钟 这些参天古墓 正是两百多年前的清朝 明朝 宋朝 由我们的先祖们 一棵一棵种下来的 几百年来 祖祖辈辈的先人们 都不愿意 也不忍心去动这些大树 就是希望为后代子孙 留下这片锦绣山河 而今天的子孙们 却成片成片地 把大树砍倒 用来换钱 祖宗用了几百年 留下来的珍贵遗产 今天变成了这些东西 一次性筷子的批发价格 每双是人民币 一分钱左右 你再看的时候 饮食 就先饮食就知道 我是前年 也是从北京 他们邀请我到山东 到清云的地方去看一下 这个清云地方领导 也是很热烈的招待 我很感激 他带我去参观一个 养鸭的一门一个机构 我去看的时候 那个小鸭 差不多有过一个手掌这么大 有这么长 放在我手上心里 这里面主管就问我 他说发生 你看看 这只鸭出生有几天 我一看这样 我说至少一个星期到十天 他告诉我 昨天生理 我就吓了一跳 怎么昨天生理会 转成这么大 他们用的饲料 全是化学 催 这个是两三个星期 就长大了 就运到北京来卖 北京烤牙三分之一 是他们供应的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不但牙不能吃 牙蛋都不能吃 为什么 它不正常 所以现在所有这些动物 这个统统不正常 所以你吃这东西 人才会生病 这奇奇怪怪病 是破坏了自然规律 破坏了自然 不说了 就是再一个蔬菜 这些也麻烦了 现在要无故杂粮 人哪里现在吃东西 自己造他自己 农药化肥 搞得这些农作物都不正常 这都带着有病源 你自己害了一身病的时候 你要受报应 自己害自己 他自己害自己 这是经上讲的 饮苦是毒 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 农家 我们在台湾农家 他们自己吃的菜 自己种的 跟卖的菜分开来的 他说卖的菜不能吃 有毒 他晓得 毒卖给别人吃 那米也是如此 他们自己吃的米 是自己另外种的 卖的米的时候 是另外卖给别人的 都分开的 他卖这些毒 供养别人 他自己也免不了 要遭毒 心不善 宇宙就是这个世界 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 它这个组织是个自然的 是自然活血 全身活血 它就不生病 你要是故意在那里吃 所以我通常举例 枕容 你这个组织是自然 你五星生下就是这样 你要一定把它鼻子架高 把这个面孔改变 十年二十年之后 什么变都生了 你就想着 不是 它报复就来了 真是这样 那么在您看起来 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巨大的灾难 巨大的危机 是一定会爆发和到来的 已经看出来了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 这些灾难 频率一年比一年 次数增加了 灾害增大了 这都是 它不是突然地毁灭 它慢慢来的 你看这个频率年年上升 这个事情就不是好死的 人类能应付得了这种灾难吗 我没办法 我曾经看过一个科学报道 讲美国那边的灾难 美国会遇到一个 大的海啸 会把美国西岸的时候 全部毁掉 那就是说 非洲的东岸 有一个火山岛 大家都担心 那个火山岛如果爆发出来之后 这个威力会让大西岸的海水上升600米 你说还得了吗 上升600米 那么600米的大浪 那么从大西岸 这个东面到西面 西岸就是美国 八个小时 那不真成了美国人拍的电影了吗 但是我们就算把八个小时 他到美国降低到一十分之一了 十分之一还有六十 那一扑过去的时候 什么东西能挡得 没有办法 东岸全部就毁掉了 美国那个电影就是根据 这个推测的时候 很麻烦 没个人做什么 您知道在03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发生了非典 当时全民提出来的口号是抗击非典 那么人民有更多更好的方法 科技的方法来抵御这些灾难 能够继续的抗击下去 但是跟您这个说法是不一样 不一样 科技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 只是局部性的 头痛一痛 头脚痛一脚 不是根本的办法 根本的办法在人心 人心能够向善 不会沾染这些 人心清净就是民意的能力 清净心 慈悲心能解脱 清净心你不会感染 所以你的心要是清净慈悲 哪里有非典你到来去 绝对不会感染 当时您在香港吗 我在香港 您没有戴那个口罩 让周围的人也戴 没有 而且这非典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家的瘟疫 并不可怕 比就跟感冒差不多 我听说是一个导演 姓谢的 也是得了病 医院里面告诉他 他点多只能喝三天 就没有魅法子了 魅法子救了 就跟院长要求 能不能让中医试一试 他反正要死 让中医试一下 所以他就找到刘大夫 刘大夫开着草药 一副药六块钱 三副吃了 三天就好了 出院了 所以现在 他不相信中国老祖宗的东西 他就找外国的 外国 外国老祖宗治外国人病 中国老祖宗治中国人病 你把外国老祖宗请来的时候 文不对替 所以现在中国人是最可怜的一种事 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在您看起来 这个深重的危机 巨大的灾难 这个危机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它有没有一个总的根源 有 危机是几千年累积下来的 累积下来的 那么这个是明显形成这个危机 是这个科技的发展 所以科技发展到基础 也就是人类整个的毁灭 眼前是得到这一点甜头 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个我也说出来 大家好好想想 应该你能够想得到 你看看现在就有交通 不要说别的 一些交通便捷 那么在从前确实旅行的时候 要靠牲口 骑马 坐脚 顶多是小风船 但是朋友是不愿千里而来 要走上十几天半个月 那种清晰的感情 现在又没有了 现在飞机车 一千里一个小时就到了 感情没有了 你想想看的时候 把这个能力到的科技 可以全部把你淡化 可以把你毁灵 总的根源在于科技的 对 是啊 过度的 不是个好东西 所以是世界上这些聪明 真正有智慧 有建立的人 都是科学 只要做到适用恰好 不要去发展 你发展的越宽 你付出的代价越大 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判断 中国的古人老祖宗们是最有德行的 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他们有聪明才智 但是不把他推到极致 没错 他怕毁灭掉后代人的心灵 因为一旦极度发达的话 他就要满足人的各种欲望 不错 比如说您觉得 很多特别先进的这些技术 在中国古代 其实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可以 但是我们的祖先不这样 不这样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道德 希望说维持着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的人生 才是真善美惠的人生 那么现在全世界 很多人都认为 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已经进入了最发达 最美好 物质生活极大繁荣的 这么一个时代 男女老少都很高兴 我记得您曾经讲过 您说现在人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因为您老八十高龄了 您经历过那种 就是还没有完全被物欲的 物欲横流的那样一个时代 而且您这个博古通经 很多古书上描绘的那个情景 您能不能像现代人 或者是这些各国家的领导人来描述一下 这个人类很美好的社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正常生活是能力 是道德 是因果 是智慧 中国的教育 自古以来 就是以这个为教学主要的内容 能力是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中国教育的起源 起点 我们要知道 能力是道 你说夫妻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这是自然形成的 这不是哪个人发明的 哪个人诱说的 不是 凡是自然成就的 中国人称这为道 那么你也是随顺自然 这就是德 所以父子也亲 中国的这个教育 就从这一点出发 所以我说那个亲 那是中国教育的原点 它从这发生 中国教育求的是什么 希望父子的亲爱 你的一生永恒不变 父慈自孝 永恒不变 你说这种情形 这人认识 这是真正的享受 天伦之道 那么第二个目标的是 是把这种亲爱扩张 把它这个扩大 你爱兄弟 爱家庭 爱家族 爱邻里相当 爱国家 爱社会 爱天下 爱一切众生 扩大 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教育 这个利益 所以中国的教育可以说 人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爱的教育 其实我常常谈到 郑和夏西洋 那个时候 中国过历史世界第一 就像现在美国一样 他那个舰队出去 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 发现全世界 发现全世界是中国人 不是外国人 这个现在历史 已经找到证据了 中国人没有去搞真理 没有把中国的疆土 都说向外面扩张 这是什么原因 中国的教育 所以发现那些地方 说跟那些人往来 都是帮助他 送礼去了 对 都是教好教朋友 绝对没有侵占别人 欺负别人 就是中国教育产生这个效果 您描绘的 这是非常和谐的 和谐 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社会 根基 他是父子有亲的教育 这就是本来是和谐的 在你做什么 我会看吗 我会看吗 你会看吗 就是 有什么 我们是